哎呀 饿死我了 一人黄秀才 进京赶考 没考中 这不想着吗 在京城住一年 明年再考 没想到钱都花没了 这个店钱呀 到现在还欠着呢 粮食也吃不起了 好不容易剩点银子呀 说买点豆腐 弄点盐我拌一拌 我吃了 解解饿就得了 没想到啊 我把这茬给忘了 结果现在这豆腐臭了 它没法吃了 哎呀 饿呀 非得死到京城不可呀 哎呀呀呀 哎 姓王的 哎呀 掌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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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店钱什么时候交啊 哎呀 我这不是没钱吗这不是 明天甭住啊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把这些日子钱先结了 您看我这一个文人哪 我这实在是 文人住店也得交钱 您多帮忙 多帮忙 回着 回着 我您多帮忙 孙老板 哎呦 刘爷 谁是刘爷呀 您来的 您怎么来的 吃饭 哎呀 我们这小店 实在是 实在是没什么让您能吃的 赶紧上新菜呀 啊 我 我们这 你们家的面我都吃够了 不好吃啊 是 我们厨子换了好几个 您都尝过手艺了 这 没 没 那我不管 这 早废话 赶紧 你要做出比我这还好吃的 扶您多罢了 要不然我跟你说 哼 这 香的 辣的 甜的 您都吃 这 没的吃 不行 哎 这 刘山霸 您 您恒不能吃臭的吧 只要好吃 怎么着都行 这臭的 壮盖的 哎 哎 大爷 您尝尝我这个行吗 你这什么就给刘爷撑了 您甭管 您尝着 您看这 刘远 这是 这是什么人 这弄个西脚水哥 这什么意思 掌柜 我不是有意思 您多帮忙 您多帮忙 刘远 您别生气 他是住这的 你话都说不立了 去 后面和面去 你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 豆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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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有这个味的吗 刘远 刘远 你骗我没吃过豆腐是吗 我没 刚才您不说臭的也行 我这豆腐臭了 但是他能吃 吃得吗 吃得 刘远 您快想清楚了 你吃错药了 你爸爸才姓刘呢 我姓张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还可以了 太好 这不是 谁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太好了 怎么了 过来 走 走 打今儿起 我天天来你们店 我天天吃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臭豆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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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天吃 如果来了没有 小心你的脑袋 别生了 你有生物不是在吃 哎呀 哎呀 豆腐 你臭豆腐 有什么可吃的 哎呀 太好了 有什么可吃的 也不住这了 别生了 你多帮忙 你多帮忙 多帮忙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很多小吃啊 都跟一个吃棒棒糖的 大脸蛋的人有关系 不过他说这个臭豆腐 不是咱们说的 那个炸臭豆腐 就是皮装的 王志和的臭豆腐 过去来说 包括生活条件不好的人家 哎 也是比如炒白菜丝 来几块臭豆腐 酱豆腐 蒸点窝头 来点热汤面 一家四口 热热乎乎 吃的也很